大家好,我是十一玉兰 欢迎您收看3月1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新闻首先来看到花莲县政府112年度 乡镇市基层村座谈会1号上午是来到了凤林镇以及万荣乡 县长许正卫是除了倾听在地基层声音 对于村里长提案逐一回应 也向乡亲报告各局处重要的政策与规划 县长许正卫指出 借着基层座谈会要感谢所有村里里长 成为花莲县政府社会幸福网的一份子 让县府政策以及各项基础建设更加落实 共同创造幸福花莲 村里长也提出了多项建议案与县府进行交流 我们谢谢两位我们的首长 来我们的万荣乡我们梁光明 我们梁乡长 压手 我们的地主 我们的林建平 林镇长 曾总 也许大家好 珍惜所有的时间 我想给我们所有的村里长一起来提案发言说明 好谢谢 就是在180 180这些 那个农户产业道路的那个 哈佛墙 因为是长久 然后这个被大水冲刷 现在那个哈佛墙的地方是破裂的 然后这次过年完 好像是说县府的金费 又做了20米 差不多一20米的排水沟 加顶的排水沟 排到人家田里 那天地主来找我反应 还要把那个水泥把前后都封掉 今日的座谈会 村里长发言踊跃 聚焦于水泥路面 产业道路 农路 以及排水设施 改善工程等 县长并指示会后尽数办理实地的会刊 并提报中央驻地单位 能够让提案顺利的排定时程 并执行 以符合民众的需求 记者凌桀 丰丽政采访的 大家好